爸 妈 是我不好 我应该主动向你们坦白的 我知道错了 请你们原谅我 你现在说什么都太晚了 总之 我不可能接受你这个儿媳妇 我也不想再见到你 你马上搬出去 妈 天心 别说了 我们走 遗香 你要去哪里 妈 如果你不能接受天心 我就带着天心离开这个家 再也不回来 你 是你做错了事情 你怎么还敢顶嘴啊 天心 我们走 你 遗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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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给我回来 你给我站住 老公 你看到你儿子了吧 为了那个女人 她对我们这个样子 她要是不回来 我就当我没生过这个儿子 你现在说这些气话 只会让自己更加伤心 何必呢 我就是不想她 做我们家的儿媳妇 当初啊 我念在她坏了遗香的孩子 我做了多大的努力 我说服自己 我说我一定要接受她 可是她呢 她做了些什么呀 她 她把我们当傻子一样骗 你说我还能让这个女人 留在我们家吗 就算有天大的事情啊 都要先喝杯茶 消消气再慢慢讲吧 来 姐 姐夫 这事情变成这样 让你们担心 真的对不起 我们担心没有关系 重要的是你爸妈 如何能原谅你们 我当然愿意去面对 更愿意去化解 可是就怕公婆不给我机会 刚才婆婆还赶我走 虽然说生气没好话 可是我真的很怕 她会逼我跟遗香离婚 天心 我们还没有去领结婚证呢 那怎么办离婚呢 什么 你们两个 婚礼都办了这么久 结婚就还没领 搞什么呢这是 天心 干脆我们现在 就去把结婚证给领了 好不好 这就对了 赶紧去 赶紧去 别耽误了 走 记得把身份证啊 户口本都带上了 对对对 知道了 走了 搞什么这真事 来来来 喝杯茶消消气 你说那个女人 心机有多深 心眼有多坏啊 自己做错了事不说 现在还把遗香给我拐带走了 太可恨了 行了 干嘛 事情都发生了 你生气也没有用 只会伤了自己的身体 快别哭了啊 以安哪 都这个时间了 怎么还不见人影啊 是不是在睡觉啊 哦 她应该早上出门 去公司了吧 以安 最近行为诡异 就连上班时间 也常常不在公司 你们两个 跟她说说 顺便了解一下 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 嗯 好了 小童啊 嗯 你干妈就交给你了 嗯 我公司还有事 得先去一趟 放心吧 干爹 李侯 放宽心一点 有什么事 等我回来再说 干妈 你就别哭了 要不然 我们下午去逛个街 换个心情 这时候 谁还有心情不逛街 我只要想到 那个女骗子住我们家 这以后的日子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过了 干妈 你还记得吗 李香跟田兮 还没领结婚证呢 对啊 他们只是办了婚礼 还没正式领结婚证呢 这么说 这段婚姻 可以不算数的 人挺多的 来 我们到那边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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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来看一下 我这个表 这样写得不对不对 好 啊 这怎么没看见异乡啊 我们去班政厅看过去 走 好了 我停的差不多了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将共同肩负齐 婚姻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上校父母 是不是到我们了 我看一下 到了 走 来 来 来 您好 搬结婚者 个人资料和身份证都带齐了吗 有 这里 还有身心料 好 谢谢 来 在上面签个字吧 谢谢 来 给你 好 走 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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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怎么可以撕掉我们的结婚事情表呢 你这么做太过分了吧 我过分 你们骗我假怀人不过分吗 我告诉你 我绝对不会答应你踩进我们周家门的 妈 不管你答不答应我跟天心已经办过婚礼了 我们走就已经是夫妻了 谁说的 没领结婚证算是夫妻吗 办婚礼 那不过是一场亲友聚会而已 你 我求求您成全我们好不好 我以后都不会再骗您了 我以后会好好孝顺您的 妈 闭嘴 我不是你妈 我告诉你 我不会答应进我们周家当媳妇的 妈 我不会你怎么阻止 我今天一定要去天心 你还想跟他结婚 你试试看 你还敢把家里的户口奔给偷出来啊 妈 妈我求你了 我真的求你了 你成全我 不要再为难我们了 行不行啊 办不到 妈 求求您了 你闭嘴 你恨不得把我逼死 然后光明正大 救我们周家大门是不是啊 妈 天心 别求他了 妈 我就是要跟天心结婚 不关你怎么阻止 都是没有用的 我这边的取天心取定了 走 李翔 李翔 李翔你等着我 李翔